这才是让人向往的适合远方 男人为了远离喧嚣 毅然辞掉月薪上万的工作 来到这风景优美的山谷 不仅住上了温馨的庇护所 还吃上了喷香的烤肉串 由于网友担心在之前的庇护所会被虫咬 纷纷在底下留言提醒 张三只能再次忍痛放弃这里 重新寻找地方延续他自在的生活 眼前这个地方就很不错 不仅实现看风景自由 前面的大草坪还可以供狗子泥地打滚 于是张三当即放下手中的家伙事 随后一个帅气的动作抽出短刀 对着杂草树枝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砍下的树枝先放到一边 晒干后还可以用来烧火做饭 随后组装好铁锹 在钢清理干净的山坡上画上线 然后直接开始往下挖掘 上面的一层泥土杂质较多 张三需要把它们扔远一些 而对于这些优质的黄泥土 放在一旁待会儿可以用来回铁 这只可怜的小蚯蚓直接被抄了家 此刻他在地面艰难地蠕动 委屈的只想赶紧回家找妈妈 真是好巧不巧 此时天空开始下起了茅茂雨 没地儿躲雨的他只能冒着雨往下挖 随着他整整五千产的落下 张三终于得到了一个深坑 这一身上下湿透的衣服 他一时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累坏的他只想喝上两口生命的源泉补充体力 接着又在深坑底下画上两条线 然后便沿着画线继续向下挖掘 历经半个小时 张三挖出了个跟他差不多长的井 但毕竟是自己居住 细节方面必须再好好打磨打磨 就当你以为他要直接拎包入住时 他又在右边的位置画线 还是一铲一铲地向下挖掘 不多时右边的平台就被他一分为二 由于长时间站在深坑里太过压抑 于是张三决定先把深坑与大草坪的一侧打通 准备在这里安装一扇门 墙的两边都要处理平整 毕竟这关乎整个庇护所的门面 看着同样被雨淋湿的狗子窝在草丛瑟发抖 张三决定加快建造速度 随即开始建造壁炉 他直接在右边的小平台上掏了个洞 但作为壁炉的炉堂 他必须掌握好洞口的大小 因为这直接关乎到壁炉的燃烧效率 接着他如法炮制 在墙壁上画上两条笔直的直线 沿直线挖出一条凹槽 然后把它作为烟囱连通炉堂 随后找来几块石板 接下来就是他热爱的玩泥巴环节了 之前挖出来的黏土十分优质 用它们搭建壁炉非常合适 加入生命的圆拳搅拌均匀后 得到一个个泥球 随后通过黏土和石块的配合 三两下就搭建好了烟囱 在等待壁炉干燥的时间里 张三来到树林收集原木 他聚的都是些步行的枯树 屏幕前的你可千万别模仿 毕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拉去采缝刃剂 给树胸去掉全身的外衣后 再用凿子在原木上凿出损眼和损槽 采用传统的损卯结构建造了个框架 然后把它们背回庇护所 屋顶框架他打算用藤条固定 这样显得比较原始 但用料方面必须牢固 毕竟屋顶要是他了 这里可能就成了他永远的家 真是屋漏偏锋连夜雨 就在他去收集一些棕树叶的时候 空中却是下起了瓢泊大雨 张三只能抱着树叶在暴雨中瑟瑟发抖 但好在大雨并没有延续太久 雨过天晴之后张三当即继续干活 用木条填补好门框上空着的位置 随后又找来竹片 铺在左边的长平台上 这样这里白天就是一张大沙发 晚上还可以用来睡觉 真是美滋滋 墙角里的小平台也要铺上一层 张三作为一名合格的美食家 有个用来干饭的桌子就很有必要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张三决定先铺设好屋顶 毕竟被林成洛汤鸡的滋味并不好受 简单在框架加了两根竹片后 他编制了两张竹片板 分别放置框架两侧 上面再铺上一层棕树叶 然后就是庞大的回田工程了 渐渐黑了下来 屋顶回田工作也接近完成 为了防止雨水倒灌进入庇护所 他先是把竹子一端掏出几个孔 然后放在烟囱顶部加长高于屋顶 最后再用黄泥土完全覆盖住 这样就算雨再大也能完美抵挡 随后又在门框的位置固定上一截竹筒作为损眼 然后把制作好的木门拿来 把转轴轻轻插入损眼中 这样使整个木门很轻易就能转动 上面的部分则用藤条捆绑结实 美观的同时又牢固 张三来回试了几下木门的开合 他对这个庇护所感到非常满意 当即拎起背包入住 他先是找来干柴给壁炉生火 炉火越烧越旺 就像屏幕前点赞的你一样 他对壁炉的燃烧效果和排烟性都比较满意 于是饥饿的他赶紧洗干净完泥巴的手 准备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犒劳一下自己 虽然是在野外 但各种做饭的工具那是一样也不少 今晚的主食是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张三先把五花肉切成自己嘴巴大小的小块 再撒上他秘制的调料 然后手抓均匀腌制 再将处理好的五花肉用竹签串起来 放到壁炉上烤制 吃不了辣的他没有再放任何调料 不多时五花肉就被烤得滋滋冒油 确认烤熟后 张三整盘麻了起来 正当他要开始大块朵頤的时候 在外面浪了一天的狗子闻到了香味 正屁颠屁颠地往回跑 不得不说这狗鼻子是真灵 张三毫不吝啬给狗子分了几块五花肉 再给自己拿出两块面包 搭配这焦香的烤五花肉便大块躲一起来 这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他根本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后 他拿出单薄的被子 伴随着温暖的炉火和灯光 张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但愿这潮湿的睡床不会让他太早患上风湿